红石啊 你可有忠义的女子了 额娘慈爱 一切由额娘做主即可 你就放眼去挑吧 选住哪一个 自己跟皇阿玛去说 你已经长大了 额娘只能为你安排 不会为你做主的 西娘你好 西鬼给娘娘尽安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起来吧 谢娘娘 都起来吧 谢习贵妃娘娘 今日初次相见 来日还有相见之时呢 三阿阁欲发长高了 难得天气凉快 请你和靖贵妃来坐坐 也放眼挑挑 看看有没有出色的女孩子 皇后娘娘的眼光极佳 臣妾只觉得个个都是好的 那就慢慢看吧 总会看到一个好的 让咱们来这里 让咱们来这里 怕来日里如果三阿阁说喜欢谁 咱们能够帮着说一嘴 他怕别人觉得是他一个人做主 就连咱们都中意似的 皇后看上谁了 皇后娘娘的外甥女儿 传绿那个叫轻英的 轻英啊 你过来见过三阿阁 是 三阿阁好 这是你堂舅舅的幼女 你应该叫她表妹 表妹 臣女小字轻英 这花和皇额娘宫中的牡丹一样好看哪 多谢公主夸奖 龙月 过来 龙月 那边的紫薇开了花 额娘带你去看花好不好 本宫宫中的紫薇开得最好 诸位竟可自行观赏啊 臣妾奥退 听说二哥喜食江香梅子 臣女特来奉上 你说这个 其实也谈不上喜欢 只是皇后娘说 梅子生津止渴 将能暖胃 所以 这层果子要我多食 皇后是为了阿阁的身体着想 阿阁应听从皇后之意 你似乎不怎么喜欢小孩子吧 小孩子总是顽皮不懂事 我们做大人的 无需和他们计较 也不必理会他们 臣女这身衣服 我是为了尽见阿阁特意所致 都让别人碰坏了可怎么好 好吧 龙月 过来 这个江香梅子是你最喜欢的 拿去吃吧 三哥最烫龙月了 吃吧 龙月 走 额娘带你去看花去 大约是我们在这儿 孩子们也觉得不自在 气疯了 喜贵妃 本宫要回去更衣了 额娘不见了 西娘娘陪我去找找吧 陪她去吧 那臣妾先告退了 在这儿呢 怎么出了也不说一下 幸好皇后未曾怪罪 她哪有那个心思 她现在心心念念的 都是当乌拉娜拉式的 荣华富贵 哪会想着咱们 我是看你啊 实在憋得慌 便找个由头 让龙月骗你出来 你瞧那些女孩子 个个儿粗条 可三二哥好像并不在意 是啊 龙月 你看你三二哥 好像不太开心 快去把她叫过来 让她过来散散心 别憋坏了 快去 姑姑就送到这儿吧 格格请留步 姑姑有何事啊 哥哥虽然一时不能成为福晋 可是娘娘的话在里儿啊 不如先不顾忌名分 就以侍妾的身份 在三二哥身边伺候 到时也可以身为福晋啊 姑母当年再不忌 也是个侧福晋 如今我倒只能当个 没迷没分的侍妾了 姑母当真是心疼我 哥哥不要看一时的长短 忍辱负重吧 忍辱 难道我受的屈辱 还不够大吗 三二哥看不上我 连皇上都答应不选福晋了 我现在成了满桓宫的笑柄了 那我算什么 还不顾廉耻地贴上去 请姑姑转告 多谢姑母厚爱 哥哥慢走 娘娘 送出去了 是 哥哥不大高兴了 有跟他说是本宫的意思吗 哥哥气性高 顿顿不肯 年轻啊 沉不住气 侍妾又如何 福晋又如何 等到三二哥继承了皇位 本宫就是皇太后 要皇帝立谁做皇后 谁就是皇后 皇后之位 一定要是乌拉那拉市的 娘娘说得是 哥哥还年轻 哪想的这些厉害 可惜呀 他不肯 乌拉那拉市族 还有多的是好姑娘 新的一波涨起来 就没有他的事了 那是哥哥不是抬举 还敢拿娘娘当年 做侧福禁的事 瞎嚷嚷呢 好啊 他喜欢嚷嚷本宫 做侧福禁的事 又看不上侍妾 那本宫就抬举他一回 让他知道 做某些阿哥的侧福禁 套不如做三阿哥的侍妾 娘娘您的意思是 四阿哥也十六了 本宫会去求皇上恩典 将轻英指给四阿哥 回侧福禁 那不是抬举的四阿哥吗 抬举 三阿哥看不上的人 给了四阿哥 西贵妃又与本宫不睦 添了这么个儿媳妇 是谁给谁添赌呢 娘娘睿智 但奴婢有一事不明 前朝已有人提出立太子之事 娘娘为何还让他们多提六阿哥 皇上多疑 最忌讳前朝后宫串通 沆瀟一气之事 咱们该时不时给皇上提个醒 给娘娘请安 苏公母请起 皇上请娘娘去养心殿一趟 本宫即刻就去 皇上万福晋安 皇后万福晋安 父子 冻这事 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 你妹妹挑来的人 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 是谁不知廉耻 这信 到底也不是应贵人写的 什么信呢 是这样 昨我让如意去一闪房拿宵夜 正好碰见三二哥身边的小乐子 在长街上鬼鬼祟祟 三二哥一向稳重 不是那样的人 一向稳重 恐怕也是表象而已 皇后娘娘恕臣妾貌美 娘娘教子不善 三二哥年轻不懂人事 一定是贱臂勾引 皇上 臣妾没有 臣妾没有 人是过郡王府挑上来的 祖使的贱臂能有什么好的 臣妾以为 这件事三二哥一定是无辜受牵连呢 可是现在人赃俱在 这信是三二哥的亲笔呀 那也一定是贱臂勾引在心 可是 好了 别吵了 皇上 您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呀 皇上 臣妾真的没有勾引三二哥 你行事不捡 勾引皇子 朕赐你一个了断 皇上 真的没有 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 朕不想再听了 宿备胜 奴才在 带下去赐白灵 得 皇上 来人 皇上 皇上 我冤枉了 皇上 皇上 走了 我冤枉了 红师在奉献殿已经跪了大半夜了 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 朕不想在宫里听到一句闲话 是 是 你们先退下 朕有试问西贵妃 臣妾告证 殷归人是 遇福晋条来的 是 会不会有人 教唆殷人勾引朕的皇子 一途皇位 皇上 为何这样问 皇上 这宫里的每一个人 这宫里的每一个人 皇上 这宫里的每一个人 是 都经历过 先帝九王夺敌之乱 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 是多么可怕 果郡王 也曾是先帝属役的太子人选 皇上英明 果郡王真的不敢 朕怕就怕在 他不敢对朕如何 所以借玉附近之手 是 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 这些年 我郡王对皇上 是忠心耿耿的 忠心耿耿 谁能挖出他的心 来看一看 所以今天的事 哪怕你 和靳贵妃都觉得朕 冤了殷归人 朕也要保全皇家的名声 保全自己的皇子 不能给任何人以课程之计 皇上 殷归人 着实冤屈 为了大清 冤了他一个 不算冤 既然玉隐是你的义妹 你确实得避一避嫌 最近宫中所事繁多 你也许累了 有事情就让皇后打礼吧 或者靳贵妃也可以帮忙 皇上这样说 是怀疑臣妾吗 皇后说得对 你有皇子 此事确实脱不了干系 祝福 那也不得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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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今准个儿不虎视眈眈 宫里省下的银子再少 也是救济前线银梁里点心意 你们好自为之吧 臣妾请尊教会 娘娘 永朔公请了温时初回来 是不是西贵妃的胎有不妥啊 永朔公的口风最近什么也打谈不出来 不过奴婢向太医愿问 说是赞无大碍 连温时初都请回来了 可见他多重视这一胎呀 三月十八是先帝的生辰 你都准备好了吗 皇上是最重孝道的 已经吩咐了大师诵经七天七夜 而且首抄佛经 在先帝生辰之日焚化祝导 皇上是孝子 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孝子 三阿哥那边都妥当了吗 已经按娘娘的吩咐 三阿哥写诗敬献给皇上 想来有这么多日的准备 皇上一定容心大愿 阿哥们素日的孝心都只在请安上 先帝生辰之日 皇上如目之情最重 一定最容易被打动 三阿哥只需要稍稍准备就好 对了 三阿哥的文采平日并不出众 记得让师父们好好指点 王师父博学宏儒 是皇上亲点教导三阿哥的 可见皇上对咱们三阿哥多器重啊 但愿如此 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 皇上难免会寄予厚望 只是应贵人之死 到底还是会连累了三阿哥 本宫会想个法子 悄悄联络朝中重臣 为三阿哥说话 届时望他得人望 让皇上放心立他为处 有娘娘在 一切自然无碍